欢迎来到新一期中国的新新闻快报 来看第一条内容 近日 伊利诺伊州的Roseville社区 以亿美元的惊人低价出售房屋用地 以鼓励当地居民迁出芝加哥 到郊区安家落户 Roseville市长称 亿美元房屋用地的买主 需要有一定的资金保障 并能在90天内 制出房屋的工程计划 未来一年内 他们将需要当图纸上的设想变为现实 如若无法达成要求 房屋用地则将被返还社区 芝加哥Brookfield动物园 于周三迎来了一位新成员 一只重约40磅 身长3.5英尺的小海豚 小家伙的到来让大家都兴奋不已 目前 动物园已取消了近期的海豚表演秀 以便与海豚妈妈更好地 陪伴新生儿适应母体外的世界 海洋服务类动物专家称 小海豚出生后的前30天极为关键 应给予最全面的照料和保护 以防夭折 南瓜灯始终是万圣节最重要的一环 而巨型南瓜则更是引人注目 本周一 Rosemont的南瓜雕刻专家Steve Dock 将一个重达300磅的雕刻作品 放置在芝加哥市中心的 Internet Continental酒店外 引来不少路人围观 Steve说其实最困难的部分 并非雕刻 而是四个成年男人 将这个巨型南瓜搬下拖车 放上舞台的过程 而在本周五 Steve将在Navy Pier的舞台上 挑战一个500磅重的南瓜 在10月25日 他还会在Brookfield的动物园 对一个1300磅的南瓜开刀 本周五 拉开帷幕的生蚝美食节 绝对是不可缺席的饕餐盛宴 除了主办方Shorts的招牌美食生蚝外 人们还能品尝到龙虾 啤酒和汉堡 为期一周的美食节 将在Rush Street上的停车场内举行 届时约有5万只生蚝被送上餐桌 而著名的布鲁斯乐手巴蒂盖伊 也将到场助兴 此外 美食节上还安排了吃生蚝大赛 闯入决赛的五名选手 将与去年的冠军进行角逐 获胜者将获得1000美元的奖金 美食节入场费为30美元 在网上购买或在当场购买均可 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 今天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对中国之星新闻快报的关注 下期再见